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主角 我是小时候 看我山后的这款车 风云T9 今天这款车就会正式上市的 目前这款车给到了预售价是13.49万元 那么这个价格原先最早的价格是15.99万元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 它这个政策又进行了调整 因为说他们订单是超过了2万台之后 价格直降2万 然后订单是超过4万多之后又再减5千 最后预售价直接砍了2万5 所以看看今天这个预售价 起售价的门槛还不能再降了 风云T9这款车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成锐湖武器 不过这款车是走了这个风云的系列 整车的车身尺寸是4米82 轴距是2米82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车 它们都是从全国各地开来的 这是从济南开来的 行驶里程是429公里 油耗表现是4.3升 然后这还有一个更低的 更低的话是4000过来的 1100公里 然后是3.8升 如果真的这个起售价能再一步的下探 下探到12万元 我个人觉得它的经济率会非常非常的高 这些车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们经济商开来的 这就是从全国各地的经济商汇聚到北京 最远的应该就是新疆这个了 踏实啊 哇 大概3000多公里 直接干到了北京 哇 太厉害了 这个呢就是吞蓬动力啊 1.5T的动力系统之前在遥光身上也用过了 这是风云T9的安全气囊 整车一共是7个 前面主驾驶副驾驶 这是两个 然后前排的侧气囊 前后的气帘啊 然后呢 看到了吗 中央也是有的 这个呢就是为了满足欧规 因为如果你要是出口去欧洲的话 面对欧洲碰撞测试 中间的气囊是必不可少的 看一下它车头的前碰撞钢梁 然后是上下双段的 而且看到钢板很厚啊 哎呦 长达两个小时的发布会终于结束了 价格出来了 12.99万元到16.99万元 这个价格你感觉怎么样啊 非常的有惊喜 和原先之前给到的预售价呢 直降了3万元 哇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呢 车身长度呢 接近4米9 轴距呢是超过2米8 那么后续市场 我个人觉得会有那么小小的低震 唯一打在气味面前呢 就是它的外观设计了 如果你真正的能接受 风云T9的外观设计 这些车确实还是不错的 因为机械素质还可以 包括底盘 然后发动机 以及它的燃油经济性 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讲识 我们下期再见了